另外一个案子办起来就相当棘手了 屏东的第二信用合作社 我们昨天曾经文明报道 有一部提款机 发生的是领100元 却吐出1000元超费的事情 损失有上百万元 信和社当然马上展开追讨的行动 不但是打电话还派人登门拜访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追回的款项并不多 信和社表示 如果要不到钱的话 不排除要采取法律行动 因为提款机摆乌龙 领100却吐出了1000元大超 让屏东二信平白损失了128万多元 这两天信和社透过提款记录和录影带 找出了艺领民众的资料 信和社动员行员不但一一打电话 还派人登门拜访 就等于说私下让他们了解一下 能够把这些艺领的款项 能够赶快录到我们的账户里面来 经过行员的劝说到今天已经有十笔 大约20万元汇回了信和社 成效似乎并不理想 领钱的民众当中 有人是重复领取百元的金额 甚至有人领了40多次 恶意相当明显 评众二信表示 民众如果不愿归还 还可能吃上官司 我们就可能说 到时候采取好一个通信 来跟他住这一段子 至于这部提款机 为什么故障到目前还没有办法查出 只能够暂时停止使用 等待厂商来查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